三場國際一級賽上演 我身為賽日的大使 當然要率先跟冠軍級人馬見面 看看他們的備戰情況 今天我就來到他的馬房 大家跟我來吧 Hello Frankie 你好 你曾經試過一天中 贏了兩場國際一級賽 還在上個月贏了打比 看到你的團隊自己都很高漲 接下來的冠軍賽馬日 你和我兄弟準備得如何 準備就緒 因為所有馬都很好撞頭去跑 今次有三場國際一級賽 你的馬房有那麼多明星馬 有哪一匹最重要 那會不會三場賽事都準備贏了 贏了完最好 短途一場紅衣星辰應該會不錯 因為他剛剛在國際賽中贏了1200 香港馬圈盛產的短途量區 隨口說得到很多隻出來 喜敬寶 魅力之城 更歡笑 精英大師 連華生輝 有應格 紅衣醒神 爭婚奪廟 福日等等 其中紅衣醒神的傳奇程度 雖然及不上美蝦王和精英大師 但本身在當年賽購轉頭羅購的時候 當馬迷以為他已經被蔡若翰拿乾的時候 這匹馬竟然可以在2018年 香港短途錦標 在田坦桿的跨下成功的衛免 做走了羅富泉 在重年的第二季 已經是第一次贏出一級賽 紅衣醒神 當時還和蔡舊的偏偏 爭分奪秒 包辦了三重賽 最後一發 紅衣醒神 脫穎而出 贏出這強 香港短途錦標 跑第二名 促使了蔡羅 兩師徒 在當格的國際賽 威到盡 而更神奇的就是 紅衣醒神 纖亂香港短途錦標之後 一直逢跑必輸 令幕後開始就思考 是不是時候要讓他退役呢 上場也有少少說 大家都想著有馬放頭 誰知那隻沒有放頭 輸了一集慢了 變成自己放頭 變成可能輸了少少 形勢和運動 不過跑完這場 就馬上的狀態來得很好 結果紅衣醒神 在告別戰 忽然再次醒神 在最佳拍檔田泰安的跨下 在前年的4月26日 以零禮的後勁爆冷 捧走了速度系列的尾關 一級賽 主席短途獎 並且是做出1分08秒4的快時間 真真正正是做到光榮退役 接近中的賣變紅衣醒神 贏到第三場國際一級賽 總括以自購新馬的身份出道 紅衣醒神一生就出賽有30場 贏了12場 有7個亞軍 4個貴軍 總獎金是超過6千萬 紅衣醒神合共就贏過6場的分級賽 包括一級賽 香港短途錦標兩次 和主席短途獎一次 其餘三場都是二級賽 亦都曾經歷任過 賽購、羅購的鎮倉堡 情況是非常難得 在前年的6月22日 紅衣醒神的馬主顧永祥就和家人 在羅庫傳馬房 就為紅衣醒神 舉行退役的寬送儀式 騎士田泰安亦都有到場 顧永祥還親手為紅蘿白 為紅衣醒神戰行 一行人就和紅衣醒神合照留念 紅衣醒神 其後就被運到澳洲 Living Legends牧場 安享晚年 還和精英大師 連華生輝 牛禎福星 積多福 好伯伯 立在前香港的名區做鄰居 紅衣醒神是紅衣系的生招牌 整系馬的騎士賽衣 無論個人還是團體馬 都是以紅色為主調 在跑道上顯得特別搶眼 更加異形 紅衣系如今已成為本地 其中一個固定的賽馬陣營 港維馬為所熟悉 紅衣系當初由顧嘉倩牽頭創立 他是做生意起家 及後晉身馬主的行列 四名子女 顧永浩 顧永祥 顧尼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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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一樣都跡身成為馬主行列 顧嘉倩本人 就在千禧年初開始養馬參賽 名下的第一匹馬叫做錦上花 這匹馬跑過一場 贏不到就退役了 顧嘉倩由第二匹開始養的馬開始 就以紅衣兩個字命名 這匹馬叫做紅衣貴人 之後陸續都有 紅衣財星 紅衣海旋 紅衣上將 紅衣前進 都陸陸續續加入戰團 當中紅衣財星就贏過三場 已經是顧嘉倩名下最厲害的賽區 他同時也是賽購的忠實粉絲 顧嘉獎子永浩過往就入馬場 麗牌就是一副型男的打扮 有時甚至拍過那些男明星 他在2018年的紅衣星神 蟬聯香港短途錦標冠軍之後 就代表弟弟上台領獎 而顧永浩本身養的第一匹馬 就是和他父親聯名的一編馬 紅衣海豬 之後再和兩位同樣姓顧的人 合約了同心拍檔 而永浩曾經獨自持有的一匹馬 叫做紅衣神仙 這匹馬就放在蘇寶羅上 出賽21次贏過兩場六個位置 繼承當然遠遠不及紅衣星神 紅衣神仙很有機會再贏 第二名的馬 顧嘉獻和永浩和永祥三父子 都沒有現役馬在手 反而兩位顧嘉的女將 黎盈和利軍都各自養一匹馬 分別是蘇寇的紅衣震撼 和羅寇的紅衣火王 四歲的紅衣火王已經贏過兩輪 接近終點紅衣火王贏了 跑第二名 紅衣震撼跑到六歲 都還未開齋 不過離營之前養過一隻四折馬 紅衣司令 養馬運都算不錯 相反顧利軍 以往養過紅衣爽快和紅衣超勁 都拿不到什麼成功 直至紅衣火王的出現 他才搓上贏馬的滋味 紅衣系是自購新馬的大耗友 至今十七匹馬之中 只有四匹就是自購馬 此外 紅衣系就出過三匹的團體馬 包括嘉喜賽馬團體的紅衣巨龍 和紅衣丘進 還有同心賽馬團體的紅衣叻叻 他們分別累積了五win 即為六win就退役 其中紅衣巨龍 當年出道就連勝五場 以不敗之身完成了首櫃 在第一個季度未逢敵手 是紅衣系的賽區裡另一個威水市 不過嘉喜和同心賽馬團體 已經不在馬會賽馬團體之列了